这才是真正的原始技术 小火在森林里钻木取火 用热炭在木棍上烧出损眼 使石斧有了容身之所 并且建造锅炉烧制土砖 在野外盖起一栋当地土著没有建过的单身别墅 首先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从森林中收集一些藤蔓 用石刀将其切成一米左右的线备用 将它们交错成星形 把它们叠加式的相互交织起来 顶部进行回折穿入壁笼中 接下来则是需要制作一个水罐 从西岸中收集粘土 先捏出罐底的形状 然后用粘土搓成线圈 添加到罐面之上 向上堆叠的同时 也要用手将其棱角揉搓平整 形成一个光滑的整面 平口的地方通过向外按压做出纯圆 将模型制作好之后就可以生火烧制 在木板上用石刀片钻出小孔 从孔侧刻出一个凹口 让棚客从底座上掉下来 将木板放在火种上 用一根棍子将它们隔开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空气进入棚客 将纺锤放在适当的位置开始旋转 期间应该匀速进行不能用力 避免手掌起泡 当棚客开始冒烟时立马停止 轻轻地将烟吹到火种上 别看这只是最简单的钻木驱火 但实际操作难度极大 将陶罐放置在火源旁边 不断地添加燃料使温度达到更高 通常需要六个小时的烧制 陶罐才能变得结实耐用 因为温度不够 声音听起来就不够清脆 某些地方也有不小程度的变形 但是丝毫不影响使用 随后就是制作锅炉 材料将会用到当地特殊的蚂蚁窝 将大块的蚂蚁窝敲碎并加水搅拌 将其合成吸泥状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使用 用这种细小的树枝作为炉门 再使用溪中的黏土做一个摇炉牌 上面打上孔洞就可以在放置物品的同时让火焰穿过 不断地用蚂蚁窝合成的泥像上来高 这样能在烧制的过程中提高温度 忙碌一大天 小火也是饿得不行 热带雨林中会有很多腐烂的原木 里面就藏着令人惊喜的宝贝 小火轻松地将其撬开 只是很小的一节枯木 里面竟然藏着一大把牛肉粒 用一片大树叶将其包裹 然后在果上浇泥放在火中制烤 当烤到外表土层裂开之后 你就能得到非常美味的叫花牛肉粒 看着小火狼吞虎咽的表情 我今晚高低也得尝一尝 现在需要一把斧头来砍树 选择了一块扁平的石头 将它在岩石上磨出斧刃 用半成品线砍倒了一根腕粗的小树 取其中一节准备作为伏饼 然后在这半节原木上用小石块雕刻笋眼 雕刻到原木中心位置的时候 石刀的锋利程度明显不够 所以把烧好的热煤塞进去 用高温将笋眼烧制出来 将打磨好的斧头嵌入进去 现场编制一些麻绳 将伏饼跟斧头固定在一起 有了石器石袋的斧子 砍伐一颗原木的时间从50分钟减少到了10分钟 砍伐原木是为了制作砖模 也就是制作土砖的模具 将一节原木从中间劈开 两边雕刻出笋头 然后在另外两根半节原木上 继续用热炭烧出笋眼 将它们相结合并用麻绳紧紧固定住 就做成了土砖模具 做土砖之前先要在底部撒上一层草木灰防止粘连 就像活面一样 模具也要同样涂抹 然后将胶泥放至其中 不断地按压与剔除 最后抽出模具 一块土砖的半成品就制作完成 半成品的土砖非常容易变形 所以只能用石板拖着 将土砖放到阴凉地方慢慢阴干 随后的时间就是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涂抹碳灰 放置胶泥 阴干土砖 由于每一项环节的材料都需要收集 15天的时间才做出了300多块砖 小火在森林里面制作土砖研发水泥 并做出一条古风装置提高工作效益 将这些砖阴干10天左右 然后就可以放到锅炉内烧制 因为需要错落摆放 让火充分烘烤到每一块砖 所以一炉砖大概只能放30块左右 而烧制这30多块砖时间大约在两天 需要不停地往里面添加柴火 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 趁着断烧的期间 小火打算做一个更大的罐子 用来盛装后续制作出来的沙浆 制作步骤跟前面的小陶罐一样 只不过这次需要更加精细 因为体积大了 稍有不慎出现裂痕就会导致爆肥 经过两天烧制的土砖非常坚硬且耐水 土砖出路后 将晾干的瓦罐放入锅炉内继续烧制 现在小火已经有了土砖跟容积更大的陶罐 接下来就是制作沙浆 首先制作一个带鼓风系统的小锅炉 这样就能使温度达到更高 搭建出来的形状跟上一个锅炉类似 但是需要特殊能够鼓风的进风口 将粘土包裹在木棍上做成管状 放在一旁硬杆 而后制作一个风扇罩 先捏出其形状 再用搓成的线圈不断加高 丙步这里用粘土密封后就大功告成 把通风陶管跟小炉子连接 缝隙处用吸尼堵上 随后切割一些树皮充当扇叶 用半截小树枝作为基座 将组装好的风扇放入进去 转动小木棍就能产生锋利 接着把风扇罩套入进去防止锋利的流失 连接通风陶管 用胶泥密封缝隙 在风扇罩两侧插入两根木桩 刻出来小木棍顶部的基座 用下边的垫片跟上面的基座 将风扇转子卡在中央 揉搓出来麻绳后连接上棍子 并环绕在风扇转子之上 这样转子旋转的就会更加容易 锋利也会更大 下一步小哥收集了很多的安树树皮 将它们全部点燃 焚烧殆尽 留下的细白灰纸会含有少量的木炭 它们将会是最好的泥浆原料 用编制的漏斗晒出白灰粉 加水的同时充分搅拌 就组成了含有不溶性氢氧化钙和碳酸钙的糊状物 把它们全部搓成球状 放到锅炉里面烧制 想要它们在里面产生化学反应 需要极高的温度 燃烧不充分的木材是无法达到那么高的温度 所以小伙现在开始制作木炭 将木头扎堆地放在一起点燃 等待它们燃烧殆尽之后 这里就会留下大量的木炭 将木炭铺到安树灰球上面 利用古风装置不断地加热 火焰穿过锅炉排并对安树球进行断烧 其中的热量和氧气将会与灰烬中的碳酸钙发生反应转化为氧化钙 在燃烧的过程中颗粒呈现红色或橙色且发出微光 就是反应的表现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烧制沙浆原料已经完成 将它们全部挤碎放入陶罐之内 再去河中收集一些河底的细砂 充分搅拌将二者混合 就制作出来沙浆 就是最原始的水泥 现在小伙有砖油水泥 接下来就是建造环节 清理出一片空地 挖出小屋的地基 用一些石头铺在笼沟里充当地基节省砖块 先将地面湿润以便与沙浆更好的粘连 然后将石块依次摆放到泥浆上面 单单就是这一个地基 就耗费了小伙一整天的时间 把目前制作的所有砖都带到这里方便取用 现在的建造步骤就像农村盖房子一样 一层水泥一块红砖 但是在使用土砖前面需要将其表面浸湿 这样才能使得它跟沙浆更好的粘缝 解压的气墙环节就开始了 现在小伙每天只能铺设一层砖 无论是烧制土砖或者是制作沙浆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一层已经是小伙目前来说最大的极限 做砖 烧砖 摆放 搓球 质碳 收集 烧制 然后再重新回来砌墙 以此往复的工作 整整用掉了小伙三个月的时间 制作土砖断烧瓦片 利用香蕉树皮做麻绳 这才是大师建造房屋的手法 现在砖头屋已经到建造顶部环节 小伙建造的墙壁是经典的山墙 因此在墙壁两侧要用砖头砌成对称的三角 终于在这天上午大功到城 小伙来不及休息 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一步工作 想要以后的生活温暖且舒适 舒适的床跟温暖的火炉必须安排上 用沙浆跟土砖砌出它们各自的形状 因为考虑到睡觉的舒适性 小伙大胆将壁炉跟床铺连在了一起 特别像我国北方农村才会使用的土炕 用土壤垫高炕的并采石 随后开始制作供暖系统 用砖垒出隧道的形状 覆盖上扁平的石头 再用泥土进行密封 最后往底部再撒上一层土 就大功告成了 室内的火炉跟床铺下面的供暖系统 有连接通道 所以在壁炉燃烧的时候 就会消耗氧气形成高低压的不平 温度就会通过管道涌入床下温暖床铺 壁炉依旧是用土砖建造 再用泥浆全面涂抹 烟囱在房间外面 对它不断加高增强通风性 现在需要收集屋顶的领木 使用石斧不断挥击将万粗的小树砍倒 小伙一共收集了20根3米左右长的木棍 将领木固定到山墙的侧岩 如果不固定领条 就会像轮子一样转动 所以他们用沙浆固定到这防止移动 最佳的屋顶角度是30度 陡峭道足以让瓦片轻松 将雨滴甩下 但又不足以让瓦片滑落 接下来是瓦片的制作 用石刀在竹片上刻出草口 将其对折再用植物纤维固定 就得到了瓦片模具 把粘土放到瓷砖框中 不断地推揉让其变得平整 随后再放在火堆旁边烘干 在瓦片上钻出一个孔洞 这样在烧好之后就有了穿绳固定的地方 等到水分烘干得差不多 就可以放在锅炉里断烧 相对于土砖来说瓦片更薄 所以烧制的时间上也节省很多 想要将它们固定在房顶上 需要用到麻绳 用含有纤维较高的植物 将它放在石板上慢慢敲打 而后再放在水中浸泡 拿出来再次反复敲打 反复操作大约四次 直到香蕉镜上的树皮变成纤维状 就可以晾晒风干 将香蕉的树皮纤维编制成麻绳 穿过瓦片上的空洞 就能稳定将瓷砖固定在领条上 小伙所制作的这些东西 材料全部都是取自于大自然中 是造物主送给人们最珍贵的宝贝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不断重复上述的步骤 制作瓦片 火堆烘干 锅炉断烧 麻绳穿孔 固定在领条之上 到了房顶的尖端 扁平的瓦片无法铺用 所以小伙子打算制作弧形的瓦帽 将没有烘烤的扁平瓦片 放到带有坡度的小沟里 等待它们自然应该水分 再放到锅炉里端烧 就能得到带有弧度的瓦帽 有了这些东西 小屋的防水功能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因为建造房屋时烧的砖还剩几百块 小伙打算将它们铺在室内作为地板 先把黄泥用水和承吸的 把室内的整个地面大概找平 然后再用砖块对齐进行通铺 门口也来上一个布廊 将剩余的砖头全部消灭干净 小伙扛起自己的石斧就来到了山上 准备砍伐一些原木 将万粗的原木用小石刀凿克成方形 顶端修剪出笋头 在方木的中间部分用热炭烧出两个孔洞 但不能烧头 这样就能将特殊的木茬银进去作为栓头 再把收集过来的木棍全部削皮处理干净 随后把一片瓦打磨至圆形 上面钻出一个小孔 用小石块磨成钻头形状 把它绑到树枝上作为手工钻 这样就能利用它把用来连接木门的半截棍钻出小孔 只不过效率很低 小伙对下面物品进行简单升级 主轴旋转绳子 当完全解开时 石头的动量将它们缠绕在木棍上 并在相反的方向重复该过程 这就是手工钻的升级板 用木削将原木固定在一起 这样通过在半截原木上钻孔插入的方式 就能让毫无联系的原木连接在一起 拼接出来特制的木门 然后再制作出来木门栓固定在门上 这样就可以将它们安装到门框上 做到像荷叶那样顺滑的摆动 现在小哥要来做睡觉的垫子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凉洗 把一个个小捆的芦苇杆用麻绳扎在一起 不断地延长就组成了简单的凉洗 有了下面的供暖装置 睡在上面将会感到非常舒服 最后小伙又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的另一道特色美食 蚂蚁蛋 也就是蚂蚁幼崽 不论怎么说 小伙在森林的一年时光 成功让我们大致了解了 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 让我们为小伙点赞 你不想让我们有乐队吗 走吧 对吧